晶莹剔透的料器 古称流离 以独特的雕塑和栩栩如生的形状而闻名 这种曾经让中国人倍感骄傲和自豪 也曾是赠送外国友人首选的艺术品 正面临着消失的困境 就着灼热的火苗 67岁的行南乡 一边用镊子精雕细琢一件料器 一边跟43岁的儿子刘宇 刀烙着这批原料的优缺点 身为京城八大工艺 北京料器的第六代传人 行南乡从已50多年 制作的各种料器活灵活现 精细可爱 然而他说 现在因为缺乏设备和高品质的原材料 要做大件料器几乎不可能了 就像他工作间的一条琉璃龙 可能是他的最后一件大琉璃龙作品 在行南乡的熏陶下 他的两个儿子从小学做料器 作为第七代传人 哥哥刘宇认为 把这种传统工艺传给下一代是他的责任 不过他的女儿却对这种工艺不感兴趣 他觉得做这个太辛苦 付出和收入的比例肯定是不对的 不均衡的 所以他只能是被迫当成一种技艺来学 料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州 明清两朝曾经兴盛一时 如今北京的琉璃厂就是明朝专为皇家制作琉璃的厂区旧址 如今从配置原料到塑形完成作品 料器正面临着记忆失传的威胁 而行南乡一家作为料器传人 苦守着这个祖宗留下来的公益 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重新发扬光大 新台人记者陈欣梅综合报道